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美国国务院表示 特朗普期待秋季访华 美国马来西亚联合声明提升全面伙伴关系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天9月13号的凤凰 每周新闻让我们先来关注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3号就证实 国务卿蒂勒森在与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会晤时 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年内访华进行磋商 国务院并表示 两国元首以及第一夫人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特朗普期待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13号在记者会上向凤凰记者表示 特朗普期待今年秋季对中国进行访问 这也是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12号在华盛顿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 Yes the president plans to travel to China this fall I know the president looks forward to that meeting I don't have any specific dates to provide If you can confirm that the two leaders actually talked about the preparation for President Trump's state visit to China and what role is State Department playing for this trip The president has a strong and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Chinese president The first ladies have a terrific relationship That is one of the subjects that came up yesterday When the State Counselor was meeting with Secretary Tillerson I was in that meeting So was able to listen in on a part of that And it was wonderful to have heard more about The growing closer relationship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诺尔特在记者会上还谈到了朝鲜议题 他表示中国采取了切实行动对朝鲜施压 对于有媒体称 美国可能会在韩国、日本、台湾地区部署战术核武器 诺尔特对此表示 目前外交手段仍然是美国应对朝核威胁的首要方式 China has taken steps certainly in the right direction to try to restrict that They also recognize and agre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frankly the world that a nuclearized Korean peninsula in the hands of the Kim Jong-un regime is dangerous for the world Diplomacy we will not give up on That is still first and foremost that's the preferred approach If that were to fail and we don't think it will we're optimistic I mean we're realistic but we're also optimistic This is what we do 的联合声明 承诺進一步提升外交、经济、安全与人文关系 在经济领域 美国与马来西亚政府都表示 将会在运输和能源领域寻求投资机会 并解决双边贸易不平衡的问题 据悉 纳吉布访美期间与美国 达成了高额贸易协议 包括购买价值200亿美金的波音客机 和通用电气喷漆飞机引擎 声明指出 特朗普与纳吉布认识到朝鲜 对亚太地区安全和稳定 构成的严重威胁 然而也对朝鲜的核试验 和弹道导弹试射表达了关切 特朗普与纳吉布重申 对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支持 以及对严格执行 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支持 特朗普指出 欢迎纳吉布承诺将会评估 马来西亚与朝鲜的外交关系 与商业联系 声明还用较大篇幅提到了南海议题 纳吉布与特朗普强调了 确保并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海事安全 自由航行与飞行 以及合法在海洋作业的重要性 双方呼吁所有涉及南海争议的国家 履行国际法的义务 避免威胁或者使用武力 恐吓 胁迫 并保持自我克制 美国与马来西亚还承诺 加强国防关系 扩大在海事安全 打击恐怖主义 信息共享等领域的合作 两国领导人强调 通过发展监测 通讯等能力 提高海事安全意识 特朗普欢迎马来西亚 将向美国追加 6000万美金的国防采购 另外 特朗普与纳吉布 重申了对美国与东盟战略伙伴关系 准则的承诺 并将继续贯彻2016年 美国东盟安纳伯格庄园宣言 双方还肯定了支持 以规则为基础的东盟共同体 并在不断发展的区域架构中 维持东盟的中心地位 凤凰卫视 王冰茹 黄卓 华盛顿报道 休息一下 回来再告诉您更多 一切来看今天美术快讯的具体内容 国际奥委会13号在壁鲁首都利马 正式宣布巴黎和洛杉矶 将先后举行奥委会 2024年奥运会由巴黎主办 而洛杉矶将接棒举办2028年奥运会 为了表达对举办奥运会的期待 曾点燃两届奥运圣火的火炬塔 今天凌晨在洛杉矶纪纪念体育馆 被再度点亮 洛杉矶2028年申奥委员会 首席执行官表示 在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上 将有近50个标志性建筑和地标 将会被点亮 这表现了城市和国家 重新举办奥运会的喜悦之情 据了解届时将会被点亮的地方 还包括格里菲斯天文台 好莱坞露天剧场 美国联邦银行中心 和洛杉矶市政厅等 62岁的西雅图市长 埃德莫里因近5个月来 遭多人控诉性侵 宣布辞职 辞呈于今日生效 莫里声称将不再参加连任 该案第5名原告示市长的表弟 约瑟夫·戴尔是一名透析技术员 也是空军老兵 他控诉莫里 曾在70年代多次骚扰自己 54岁的戴尔告诉媒体 他希望市长为这些行为得到惩罚 莫里否认了指控 并将其归咎于长期的家庭矛盾 他在一份声明中说 虽然这些指控都不真实 但他的私事不应该影响 是否处理公众事务的职能 此前已有4名男子控诉莫里 对他们实行性侵 莫里则否认了所有的指控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 久坐不动会令死亡风险成倍增加 研究人员建议 久坐族每半小时起来活动一会儿 研究人员借助宽关节活动监视器 检测7985名45岁及以上成年人 清醒时的静坐时间 结果显示研究对象静坐总时常 占清醒时间的77% 相当于每天超过12个小时 而在随访4年后 其中340名研究对象去世 研究人员还发现 单次静坐时间少于30分钟的研究对象 死亡风险最低 科学家称 如果因为工作或生活方式 不得不长时间的坐着 那么每半小时起来活动一会儿 可能会降低死亡风险 但目前还不清楚多少的活动量最为理想 加拿大方面近日 加拿大安大略省财务办公室告诫说 安省自由党政府推出的 把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小时15加元的计划 会让安大略省减少5万个就业岗位 该办公室表示 最低工资的提高 虽有助于增加家庭消费 从而间接导致一些行业的就业增加 但总体来说 还是会对经济和就业的负面影响最大 根据省自由党政府的计划 从明年1月份起 安省的最低工资水平 将从目前的11.4加元增加到14加元 到2019年将上调至每小时15加元 安省自由党政府的劳动厅长认为 现在安省的经济发展势头良好 可以负担得起最低工资的上调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来关注一组中国两岸三地的短消息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共政法委书记孟建柱 12号展开克罗地亚访问行程 分别会见克罗地亚总统基塔罗维奇 和总理普林克维奇 孟建柱首先会见了克罗地亚总统基塔罗维奇 孟建柱表示 中克建交25年来 双方政治互信不断加强 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 两国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基塔罗维奇表示 克罗地亚高度重视发展 与中国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期待深化双方政治经济文化地方等领域交流合作 两国安全合作空间广阔 双方因携手应对地区热点问题和恐怖主义 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威胁 今年第18号台风泰利逼近浙江沿海 但登陆可能性降低 浙江温州13号发布了台风黄色预警 并于下午1时启动二级水上防台警报 沿海客运航线全部停运 8000多艘船只回港避风 泰利逼近浙江后 预期路上风力将达到9到11级 沿海海面将达到11到13级 温台渔场海面将会掀起大风大浪 严重威胁海上船只安全 由波士顿咨询公司阿里巴巴 百度和滴滴发布的报告指出 目前中国的网络企业比较偏重 应用驱动型创新 而技术应用以及商业模式相结合 推动了符合中国市场需求的独特创新 报告说 中国7.1亿网民相当于美国和印度的总和 一GDP达到6.9% 网络巨头和独角兽的规模和数量 同美国一样位居世界前列 但中国网络市场的结构与美国有显著差异 中国电子商务和网络金融应用较多 网络用户更年轻 更喜欢手机上网 更容易接受新鲜事物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欢迎回来 一起来看今天华尔街方面的消息 我们来看星期三美国华尔街股票市场走势情况 美股在周三早是开盘呈现小幅高开之后 随后是窄幅反复涨跌互进的局面 但是收盘是三大指数 还是以小生并分别创历史记录作手 主要是投资人关注当天石油价格呈现反弹 能源利股表现相当的不错 推升道琴次平均工业指数和标准普通500指数 持续走高 导致当中升幅最好的各股是雪佛来公司 表现相当的亮丽 那么石油价格在新一战上升2.2% 主要是国际能源协会统计 八月份首次全球石油供应 呈现下降 纽约商品集交所十月份的石油发货合约 是以四十九块三毛钱一同作售为五周高位 另外投资人也关注技术类股在新一战 表现相对热视下降0.2% 主要是苹果公司带领的拖累 不过三大指数仍然是呈现上升走势 做收油军商表示如果科技类股出现下跌 不足以拖累标普500指数以下跌收盘的话 那么标普下一个就会里程碑式的 2500点心理阻力线 在近期具有上谈的可能 自从朗普获认之后 标准普通500指数 有资金流入量高达2万亿美元 所以在星期三更显著投资人 是冒险形态上升 避险形态下降 所以在除去石油价格呈现上升之外 其他的大动商品在星期三略微呈现 小幅价钱黄金价格是小幅下跌 但是仍然是稳守1326.40美元一盎司做收 以上是星期三情况 凤红卫视旁者永远报道 来看世界其他地区的全球财经指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美国商务部少数族裔商业发展署与加州经贸发展协会 中国中小商企协会三方联合发起的中美经贸合作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12号在洛杉矶隆重举行 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以及南加经贸发展协会 本着中美经贸互通合作共同发展的宗旨 希望通过与美国联邦商务部少数族裔发展署签订合作协议 与美国联邦商务部少数族裔发展署通力合作 为中美企业合作开辟新的道路 为了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所确定的百日贸易计划相关议题落实到位 经三方共同协商拟定了中美经贸合作战略合作意向书 并在当天的仪式上进行正式签约 第一步我们是考虑把美国的比较受中国人民欢迎的一些产品引到中国去 同时我们还会带着中国的企业家来到美国考察来到美国投资 同时我们也欢迎美国的企业家到美国的企业到中国去考察 到中国去跟我们的中国企业多多交流 在签约仪式上还进行了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驻美代表处成立受牌仪式 与会嘉宾还就中美两地间推动双方在农业工业建筑及商贸物流等领域合作 尤其是美国牛肉及加州红酒出口方面事宜 进行了深入研讨交流 凤凰卫视王豪洛杉矶报道 中山大学南加州校友会近日在深盖博士齐聚一堂欢度中秋佳节 中山大学南加州校友近日在深盖博士去行中秋佳节庆祝活动 敬拜为校友齐聚一堂共同参与并庆祝中国传统节日中秋佳节的到来 校友会上校友会会长吴瑶棠回顾了近几年来中山大学校友为南加校友会所做出的积极贡献 并鼓励各位校友继续同心同德继续发光发热 祝中山大学南加州校友会蒸蒸日上 常务副会长方振生同时对校友会提供支持的校友们做了高度的评价 并欢迎更多南加中山大学的校友们加入 按照活动的惯例 校友们在会上共同合唱中大校歌开始庆祝活动 校友会会长吴瑶棠表示 校友会于1973年成立 目的是发挥孙中山的精神 同时联系校友感情 他介绍校友会成员来自各行各业 每年举办十多场活动 比如专题讲座和其他联谊活动等等 凤凰卫视前立涛洛杉矶报道 核桃市日前与中国景德镇市签订友好城市协议 双方期待未来在教育旅游等领域有深度合作 加州核桃市与中国景德镇市签订友好城市协议 签约以示12日在核桃市政府举行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政治组组长任志芳 政治领事曹庭 核桃市市长苏王秀兰 景德镇市副市长张梁华 美中景德镇总商会会长邓贵凤 美国华人社团联合会主席郭颂 景德镇教育局局长冯博平等出席了签订仪式 那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没有这个友好城市呢 就是我们一直很想选择一个最好的 那这个景德镇呢 就是非常代表中国有文化历史经济科技都是非常的俱全 那我们也很荣幸就是说能够选他 景德镇跟我们核桃市结为友好城市 苏王秀兰表示景德镇是享誉世界的陶瓷之都 是一座历史与时尚融合 人文与山水相得益彰的城市 核桃市有一流的学区 同时也多次被评为全美最宜居住的城市之一 他希望通过两市签订友好协议 促进两市在教育文化经济旅游等方面更深一层的交流 景德镇市副市长张华良介绍说 此次来美一行六人走访了华盛顿和纽约 最后一站到达河桃市 我们两个人城市之间有着具备相似的地方 它是一个适宜人居住的地方 也是一个旅游的大使 景德镇的文化生态旅游 资源也很丰富 所以我们想进一步与河桃市 计为友好城市 加强教育文化理由和经贸等多领域的合作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政治组组长任志芳 对两市签订友好城市表示祝贺 据了解 目前洛杉矶总领馆的领区 共有46对中美友好城市 河桃市与景德镇市是南加州地区第35对友好城市 结成友好城市将搭建双方交流的平台 未来在人文教育方面有更多的互会合作 除了签订友好城市协议 当天景德镇代表团还拜会了河桃学区 与学区总监进行会面交流 并与河桃高中校长 教务主任以及老师们共同探讨中西教育的差异和共同点 凤凰卫视陆梦 孙房思达 洛杉矶报道 中国广东省桥连副主席戴文威 及广东省各市的桥连主席日前到访洛杉矶慰问侨胞 美国华人桥团联合会11日中午在洛杉矶中国城 金龙酒家举行欢迎午宴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桥务领事孙卫东 桥务领事陈小毅 美国华人华侨联谊会主席马树荣 中华会馆共同主席方杰州 蒙特利公园市副市长林达坚等100多位各方代表参加了本次活动 广东省是我们桥大省 应该说改革开放近40年来 为我们广东省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海外的侨胞 至于我们海外侨胞的大力支持 你做出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所以在这里我也代表总领馆 对我们南加州的广大侨胞 为广东省的经济社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侨务领事孙卫东 感谢广东省各级侨务部门 对洛杉矶总领馆侨务工作 一直以来的支持与配合 并高度赞扬广东籍海外侨胞 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呼吁南加华人老乔经常回国走走 为促进中美两国的经贸文化交流 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因为洛杉矶侨胞可以说是特别是我们广东的侨胞 在这为当地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同时也为家乡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他们在当地也慢慢融入了主流社会 所以在这方面呢就是做我们来讲 作为乔务的一个沟通联系的一个桥梁 这是主要的目的也是拜会他们 戴文威代表广东沈桥连向南加州华人华侨表示慰问 对他们为中美两国经济文化交流 所做的大量工作表示敬意 他还提到今年广东经济再次居全国之首 GDP达到1.4万亿 超过许多国家的经济总量 他说侨胞们在海外要实现三方共赢 一是为再祖国的发展做出贡献 努力融入主流社会 二是为祖国的发展贡献力量 第三是做好自身发展 尽自己所能为促进中美两国的友谊和交流 做出贡献 凤凰卫视陆梦 钱力涛 洛杉矶报道 好 下面来看一组工商新闻 因厄马飓风来袭 沃尔玛和沃尔玛基金会承诺将提供 包括现金和产品在内至少100万美元的捐赠 给协助救灾组织 作为赈灾之用 沃尔玛和SAMS Club也将继续支援 哈卫飓风的赈灾和重建工作 并且与例如美国红十字会 救世军Conway of Hope等机构合作 协调民选官员和政府单位 沃尔玛将在未来数日继续追踪 厄马飓风和其他行进中暴风雨的动向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哈卫飓风对德州休斯顿 及附近地区造成巨大的破坏 财务损失惨重 居民们受到暴风雨影响 而流离失所周失一切 佛教慈济基基金会 积极与当地政府官员 Richmond City市长Avelyn W. Moore Dixon City市长Julie Masters 和Dixon City警长联系沟通合作 立即启动灾区勘灾了解灾情 全面进行抚慰 访谈与发放等协助灾民的工作 对处在困境中的灾民 发动生活急需物资 发放援助 共计援助1039户家庭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一起来看明天全球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上就这些新闻 想请登陆iPhoneUS.com 以及我们的微信平台 感谢您收看 再会 凤凤凰美洲新闻友 长龙航空 Star Alliance Member 劳力是华人独家代理 李新华翡翠京城 Stay Bar在不顺时保护你 顺遂时帮你省钱 让你稳健一生 联合赞助播出 联合赞助播出